同學好我們來看這一題 是利用無窮等比幾數將下列循環小數化成最減分數 有兩個小題第一個小題0.274274做循環 第二題6.5959做循環 我們看到第一題的部分0.274274循環 等於 我們可以把它改寫成0.274274後面點點點來表示 然後接著可以再把它寫成等於0.274 加上0.000274 再加上點點點 好把它改成分數的模式 10的3次方分之274加上10的6次方分之274加上點點 好這樣的一個狀態呢為一個無窮等比級數 那首相是多少首相是10的3次方分之274 等於1000分之274 公比的部分R等於 第1項第2項第2項除以第1項你可以得到R等於1000分之1 後面每一項都是乘上 1000分之1所以是10的3次方 分母都會增加10的3次方 所以這個公比R等於1000分之1 因為呢這個公比的範圍啊 R的絕對值 大於0小於1這樣的狀態 他就會 是一個收斂 所以呢 極數和 等於 1-公比分之首相 1-1000分之1 分之1000分之274 好計算可以得到1000分之999分之1000分之274 所以等於999分之274 那 故 0.274274循環呢可以改寫成等於 999分之274 第一題的 答案 就寫出來了 第2題 6.5959做循環 那可以等於6.595959一直點點點下去 那他可以改寫成6加上0.59 加上0.0059加上 0.000059一直點點點 好把它改寫成分數之後呢 等於6加上 10的 2次方分之59 加上10的4次方分之59 加上10的6次方分之59 加上點點點 那這樣也是一個無窮等比級數 10的平方 分之59 加上10的4次方分之59 加上10的6次方分之59 那我們可以知道首相呢 是10的平方分之59 他可以 等於 100分之59 公比的部分 第2項除以第1項 所以我們知道公比呢等於 100分之1 那一樣公比的部分 加上絕對值 他是介於0跟1中間 因為 R的絕對值大於0小於1 所以 極速和 我們可以帶入這個公式 等於1-R分之首相 所以1 減掉 1-1 分之 1-100分之59 這是首相 好計算可以得到1-99分之1-59 所以最後可以等於99分之59 故6.5959循環呢可以等於6加 99分之59 等於 99 把它 弄在分子 6乘上 括號 100-1 你可以直接乘 99也可以 那或者是用這樣的方式 後面再加上59 把它做一個通分的一個效果 等於99 分之 659-6 6 那等於99分之 653 第2題 這樣就可以解出來了